位于西雅图地标性建筑 太空真塔直尺之遥的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 目前拥有335亿美元的资产 自2000年正式启动以来 已经为全球各地8000多项慈善项目捐款276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新总部大楼占地12英亩 在建筑风格上新潮独特 不有寓意 府市总部已经落成了两座六层大楼 再加上未来将兴建的第三座大楼 面积将达12万多平米的整体建筑 宛如向外身躯环保的手臂 另外总部在设计和建材上极为环保 力争节能 期望能在百年内仍高效率使用 基金会媒体关系部副主任梅丽莎米尔博恩女士说 基金会大楼力争内部结构新颖 装饰大方高雅 犹如艺术殿堂 但更注重给人亲切温柔的感觉 她说基金会的员工将总部大楼称为一家 而这正是梅琳达·盖茨在总部设计上 所要达到的效果 在被称为这个家的起居室的大厅的二楼 梅丽莎自豪地谈到了基金会的一些情况 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要力争确保世界上每个人能过上一个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生活 我们力争在全球健康 全球发展以及美国教育等不同领域加以努力 盖茨夫妇从1994年起便为各种慈善项目捐款 到2000年1月将先前几个基金会合并 正式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在具体操作上 基金会奉行发展捐助战略 提供项目捐助 评估进展情况 最后调整战略的完整捐助方式 米丽莎说 盖茨夫妇都在西雅图成长 对这个城市有特殊感情 特意在西雅图中心地带选址 将基金会原来在六处不同地点办公的员工 安置于新总部大楼舒适的办公环境下 希望基金会总部根植于西雅图 但同时心系全球使命 受家庭影响 盖茨夫妇很早便坚信应还富于社会 博爱和回馈社会对盖茨家族很重要 他们认为通过微软获得的财富 应该回馈社会 他并不期待每个人捐出自己的钱财 但希望作为一个榜样 他会激发其他人去捐献 米丽莎说 目前基金会在全美50个州 及哥林比亚特区 以及全球100多个国家 有数以千计的捐助项目 处西雅图总部外 在首都华盛顿 伦敦 新德里 以及北京是有分布 他们对目前的慈善工作很兴奋 尤其是对中国的 中国是我们成长很快的一个大市场 我们的中国代表处雇用了更多的人手 我们对社交媒体小组的工作很感兴趣 有推特 脸书 我们的网站还翻成了中文 比尔盖茨2008年曾表示 要将数百亿美元的资产 全部捐助社会 不作为遗产流语后代 盖茨的好友股神巴菲特 已向基金会捐赠了80亿美元 并表示要向基金会捐助 价值高达300亿美元的股票 2010年6月 盖茨和巴菲特通过财富杂志 公开挑战美国最富有家族 及亿万富翁 希望他们承诺在有生之年 捐出至少一半以上的资产给慈善机构 受其感召 40多位富翁在第一次捐赠誓言宴会上 便公开认捐了至少1250亿美元 为提高中国公众对慈善捐助的认知 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盖茨和巴菲特特于2010年9月下旬访问中国 邀请几十位中国富翁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私人宴请 探讨中国的慈善活动 由于担心被要求或被施压 当场做出大笔捐赠承诺 一些富翁不愿参加聚会 为此盖茨和巴菲特特意发表公开信 宣布不会劝说中国富翁承诺捐款 或说教他们的客人 只是希望分享他们的经验 并倾听看法 我认为有些误解 说他们去是要告诉别人 应当捐出他们的钱财 那不是他们做事的方式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要激发别人 通过捐助可以帮助改变世界 让世界更美好 最后盖茨和巴菲特邀请的 中国富翁中的三分之二 大约50人参加了聚会 并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捐赠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捐助众多的项目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艾滋病的防治 有专家表示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 财不外露 钱留子孙的习惯 影响了很多中国富翁 而另一方面 中国还没有建立起 完善的公益捐款监督体系 透明度低 不知捐出去的钱 会不会被贪污滥用 只有机智走在了前面 人才会行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